这里是司马南频道 欢迎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基辛格先生最近有一段话 这个话有人说对中国是透着威胁 有人说这是一种感慨 表达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有人说这段话到现在为止 他的具体的指向还不明确 基辛格怎么说的呢 基辛格说 应该帮助美国 大国应该帮助美国 大国必须帮助美国 尤其是中国 美国不行了 谁也不好过 这么一段话 基辛格是个学者 哈佛大学教授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和中国的关系相当密切 那老头90多了 他一年要来好几次中国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 会见中国四面八方的人士和中国几代领导人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基辛格是世界上作为外交家 作为资深的战略家 活化石一般 对世界局势特别是对中美关系影响巨大 他怎么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些话没有知识含量 也没有掉书带 没有深奥的词汇 没有文明的终结 这样的带有学理色彩的这种表述 这都是大白话 大白话说的非常明确 说大国呢 应该帮助美国 尤其是中国 应该帮助美国 美国不行了 谁也不好过 基辛格注文向来是以文法精确 表达准确 对时事判断正确 而在外交界 在政治学界 在地缘政治学界 乃至在媒体上而著称 怎么了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来 有人用鼻子嗅一嗅 说如果美国不行了 谁都不好过 这明明有威胁的味道了 这话应该怎么解读 解读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放到一个大背景下解读 最大的背景 就中美关系的背景 中美关系的背景 过去是那样的 中间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将来可能是那样的 你不能拉出一条线来 把几十年中美关系 中美交往的这些历史 一块来拿过来做一个大线条的梳理 老有人反应说司马南你说话太长 我长话短说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现在我们不管了 短说 短说那也是几十年的事啊 如果说从1971年巴基斯坦 基辛格先生突然间对外声称说肚子疼 AOV肚子疼 然后拐了个弯飞到中国来和中国秘密的谈判 中美开始谈恋爱 那第一阶段大概到1979年结束 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开始谈恋爱 有人总是举那个时候的例子 然后说你看看 那个时候中国对美国是好 中国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冲突 美国呢和中国就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 隔着太平洋 两只橄榄枝伸到一起来了 世界就和平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学习1971年的中国呢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什么制度自信 体制自信文化自信的 我们和197说这话的人 我告诉你都是书生气毫无政治的概念 1971年什么时候啊 1971年中国政治什么样啊 1971年的时候是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 那个时候美国离朝鲜战争时间短 还是现在离朝鲜战争时间短啊 带着气呢 但是美国人跑到中国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 甚至明面都几乎没有来往的国家 而且偷偷懵懵跑过来 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敌人 那个敌人呢是共同的敌人 中国当时的措辞叫苏联 叫做社会帝国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 欺负我们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美国人想拉中国 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盟友来对付苏联 如果没有那个苏联那个庞然大物 没有共同的敌人 基辛格你以为他真肚子疼啊 他肚子不疼 疼也不往中国跑 所以那个时候蜜月是有动因的 蜜月之后1979年到1991年 恋爱期 1979年到1991年 这时候就是蜜月期了 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 美国向中国呢批准向中国出口的一些技术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互相走动啊 访问呀 各个方面都开始有一种信心向荣 美国电视台对中国没有歧视 反倒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好玩的这么一个可以报道的对象 所以在中美灭业区的时候呢 美国人普遍对中国抱有好感 为什么呀 因为媒体天天说中国的好话呀 说那是一个东方的古老的文明的国家 连使筷子都那么有趣呀 哎呦 他们不使叉子 不使勺子 小孩都那么友善 人们都那么淳朴 然后骑自行车的洪流 当他们从长安街滚过的时候 那是因为有环境污染的国家 那是个人人有爱的国家 那是一个虽然是共产党的统治 意识形态和我们有分歧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摒弃制度方面的差异 然后两国人民建立友好 我们要媒体说什么 老百姓就信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要讲一个观点 你看您同意不同意 所谓大众媒体塑造大众心灵 就是说大众想的事情是大众媒体塑造出来的 美国那些老百姓没有渠道 没有其他的方式 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他们只能够根据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想象着那个古老的国家什么样 朝鲜战争 两国对立 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居然建设的这么好 这么有趣 好家伙 那个时候是蜜月 可是到了后来1991年结束之后 到后来的克林顿时期 大家知道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 苏联解体了 苏东坡现象出现了 于是乎 敌人没有了 矛盾开始出现了 美国开始找茬了 美国开始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中国了 于是他们认为在苏联在这个美国共打南联盟那个时候中国的表态不合他的要求 于是乎就要几颗精确制导炸弹把我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的大使馆给炸了 这个事情让很多很多人感到震惊 不是美国人特别讲人权吗 大使馆相当于国土啊 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干呢 克林顿那时候还需要一点啊表面上的文章说 物诈物诈我们使老地图 对不住对不住啊 这事儿我们就算了了好 我们很多 中国今天的坚定的爱国立场的通知在那个时候就是警醒了 开始 克林顿时期 磕磕碰碰 再到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提出明确的主张 就08年开始 奥巴马提出的主张是什么 奥巴马搭班子的是那个老太太知道吧 希拉里 遏制 遏制中国从各个方面啊 遏制中国 叫你喘不上气来 是用硬实力巧实力跟你别扭着 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呢一直在经济长足发展不断进步 突破他们的遏制 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中当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GDP第二的时候 美国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政策必须发生改变 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先生上台了 特朗普先生上台之后 跟中国今天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遏制了 而是一种敌对的状态 所以简单梳理关系 从恋爱到蜜月到摩擦到别扭 到遏制再到今天的敌对状态 基辛格先生和此后啊 从1971年开始 他和美国的历任政府和中国的历任政府几代领导人之间 那双方都联系非常紧密 因此中国高度重视 基辛格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个判断 我在美国 我想说访问 你想这胡同里的人怎么能说访问呢 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 去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的中心和一个一个的啊 哪儿的研究人员和人家交流啊 向人家请教 普通的人只能说请教 不能说交流 请教 去美国的智库 向人家请教 哈佛大学的女教授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下子想不起来老太太的 叫珍妮或者叫什么 老太太 她对基辛格非常不屑 她大概意思是说 叫你们把这个人早已经过气了这么一个人物 当成一个人物 她在中国有利益 美国人说话非常直接 她瞧不起基辛格 就是第一 是你们中国人把她当回事 第二她过去了 第三有利益 这短短的话里面所表达的意思 我当时还真有点信 我觉得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一手的材料 哈佛大学教授 研究冷战史的专家 这样评价基辛格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老太太呀 很可能也是 冤家路窄文人相亲 基辛格还真的 他有没有利益 是不是过气这事 利益是一回事 过气是另外一回事 直到今天 直到发表最新文章的今天 基辛格先生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对于中美两个国家的政府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好了 现在回过头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基辛格先生说的这一段话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看第一个意思 就是他看到美国不行了 美国是真不行了 怎么不行了 四千万人失业不行了吗 自己印票子不行了吗 海外收缩不行了吗 指哪打哪不行了吗 所有的方面都显现出了一种颓势 街头的骚乱 特别是疫情到来之后 在疫情的大背景之下 一道作业题做成这个样子 开卷考试演砸了 并且这种直觉制国 推特制国 所导致美国的混乱 美国的撕裂 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一就是美国不行了 第二呢 基辛格的意思是用我们胡同话说 就是不行是不行的 但是不行的也要找个垫背的 找个垫背的 就是我是不行了 我在水里好像要往下沉 我要抓一个垫背的 第三 抓谁当垫背的 已经点了中国的名 要抓中国当垫背的 除了这两条 第三条 第一是我不行了 第二是我要抓垫背的 第三呢 那就是我抓垫背的方法 便是找你的麻烦 就找茬 美国确实在找中国的麻烦 在所有的方面找中国的麻烦 南海找麻烦吧 东海找麻烦吧 台湾省这件事情找麻烦吧 疫情找麻烦吧 甩锅找麻烦 华为找麻烦 所有的方面都在找麻烦 最近尤其香港的事情上找麻烦 可以说 美国呢 今天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找麻烦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 他们的一个自觉的行动 所有的事情都找麻烦 最近世卫组织脱钩 汇费不给了 指责世卫组织完全听命于中国 要求世卫组织在一个月之内 改签更张 如果不改签更张的话 我就不跟你玩了 坦德赛只好改口说 美国过去对世卫组织做了很大的贡献 还希望能够合作下去 美国找麻烦都不是 很多老百姓不能理解 这是干嘛呢 一个明显的简单的事实的判断 他为什么要不断的 故意的来说这么咬牙切实的话 我告诉你 当一个人不想跟你好好过的时候 这都是找茬啊 好了 我们分析了三条 一条叫做基辛格判断美国真的不行的 第二条叫做 我不行了也要抓个垫背的 第三条抓垫背的手段便是找茬 除了三条以外 还有第四条分析 那就是这种做法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做法 换句话说 美国的理性主义传统 美国理性主义在美国政界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现在呢感到无能为力 颇感无能为力 只好让位于或者说 不得不让位于美国的民粹主义 以特拉姆先生为代表的这种非理性的 直觉的民粹主义的传统 驾驭了美国的政治 致使中美关系 现在向脱钩的方向呢 一路滑下去 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基辛格先生不是说 他要主观动机威胁中国 而是说如果美国好不了 这种事情呢恐怕是大概率的事件 当然还可以有第五点分析 那就是基辛格的说法当中也含着这么一个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 他说了谁都好不了 谁也好不了 但是他点了中国的名 说明今天在世界上能够帮美国的 只有中国 说到这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这么多国家里边只有中国能够帮美国 中国是愿意帮美国的 08年我们帮过呀 08年我们领导人甚至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呀 08年以来我们也一直想修好 我们甚至忍气吞声 我们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吞 我们强调两国面向21世纪 战略关系 我们强调以命运共同体 我们强调呢登高望远 中国就像是一个守纪律的 讲道德的包容性很强的 人之一尽的正人君子 但是美国是个任性的男孩 躺到地上胡来撒泡打滚 所以我们必须和基辛格先生讲清楚 基辛格先生啊 您老人家也知道啊 中国一直帮美国 中国愿意帮美国 中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 中国愿意呢打扫卫生啊 扫地啊 端茶倒水啊 小心殷勤啊 伺候老师 中国已经做了很多 中国还将做更多 中国甚至愿意在你们欺负我的情况下 只要不伤及我的根本利益 核心利益 我们能忍都忍 问题是现在忍不下去 对不对 中国忍不下去 我是帮你 我伸手帮你的时候 你咬我的手 我伸手帮你的时候 你剁我的胳膊 我伸手帮你的时候 你背后戳我一刀 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对不对 现在美国实行的政策是回港 毁掉香港 建制中国大陆 现在在台湾的事情上 美国是要通过台湾 来搞乱中国大陆 所以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 中国是让无可让 退无可退 忍无可忍 看少林寺 看少林电影 我们都知道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两条 一 能忍且忍 且行且珍惜 但是涉及到核心利益 根本利益 忍无可忍的时候 那我们也愿意奉陪 中国始终是这么两条路 现在基辛格先生说出这样的话 我以为是极其不同寻常的 特朗普先生 11月3号 到底能不能连任 如果特朗普先生连任 毫无疑问 眼下美国在所有的事情上 搅得地覆天安 地覆这个天翻搅得 人人不得安宁的这种情况 还会继续下去 如果特朗普先生不能连任 换上来一个 比方说拜登 那中美关系缓一缓 稳定一下 还是有可能的 事情到底会怎么样 齐驴看唱本 让我们走着瞧 斯法兰频道今天就说到这